欢迎来到台北市线上教学影片 今天我们要介绍的是隋旦运河与隋阳地 这是中国河川分布图 你观察到了什么? 中国地形有几项特色 首先,地势西高东低乘三级阶梯 受到板块挤压影响山脉走向 导致河川流向大多由西向东流 在过去,交通不变的时代 总算由人兴建运河来改善中国运输系统 这是隋带运河分布图,总共有五条运河 我们来看第一条,广通渠 五条运河为一条东西向广通渠 当时,位在陕西平原的关中,粮食短缺 需依赖关东草运阶迹 水文地下令开凿一条 从京城大兴,也就是长安到铜关 用来连接黄河流域的运河 将关东粮食送到关中 同时,他以官方的力量 在洛州等地设立官仓 又鼓励民间设立益仓 平时收储粮食,欲有饥荒便开赃正在 清余四条运河呈现南北巷 连接中国几条主要河川 隋阳地以首都大兴,也就是长安作为起点 往南修建三条运河 目的是从南方运送首都所需的物资 第二条,通缉渠 通缉渠连接黄河到淮河 通缉渠是沟通黄河淮河的干道 对南梁北运有重大意义 历经了隋、唐、武代、宋、金五个时期 通行了六百多年 南宋时期,随着政治中心难移 通缉渠的草运功能逐步减弱 再加上没有清除淮泥 运河何尝逐渐淤色短流 第三条,寒沟 寒沟连接淮河到长江流域 春秋时期,吴王夫才下令开凿 使吴国的水军得以北上加入争霸的行列 东汉以后,由于南方开发 它的经济价值逐渐重要 随代在旧有的基础河道上进行扩建 第四条,江南河 江南河连接长江到乾塘江 江南河的开凿最早可追溯到三国孙吾时代 当时孙吾政权为了要联系建业 也就是今天的南京到太湖平原而开凿 之后历代继续增加河道的深度与宽度 好像还有一条运河还没有介绍 第五条,永济渠 唯一一条往北的运河 视为军事目的而兴建的运河 用来攻打北方高丽 也就是今天朝鲜半岛上一个国家而用 永济渠从东北的卓郡 也就是今天的北京连接到黄河 当时民工不足 妇妇女也必须投入开凿运河的工作 等运河完工后 隋阳帝自江都 也就是今天的扬州 带着船队和人马 乘龙舟沿运河北上 水路坚程抵达卓郡 全程仅用五十多天而已 究竟这个隋阳帝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 隋阳帝杨广 是隋文帝第二个儿子 隋队第二任君主 在当上太子之前的他 他以生活简朴 不好声色 礼贤下士 千功谨慎的态度 赢得了朝野的赞赏 和水文帝和皇后的欢心 嗯,比较之下 水文帝和皇后 越来越不喜欢个性率直 而不善搅柔造作的皇太子杨勇 给予杨广有争夺除位的机会 开皇二十年 隋文帝废处长子杨勇 立赤子晋王杨广 为皇太子 杨广就成为了皇帝的接班人 杨广当上皇帝后 终于露出本性 为满足他娇奢淫逸的生活 在各地大修宫殿院友 离宫别管 隋阳帝自认自己是伟大优秀的君主 做过不少事 包括迎建东都 他在洛阳新建一座周长 五十余里的城市 作为东方政治、军事、经济中心 当然 更有他私人享乐的别馆 远征高丽 永济渠新建完毕 他三次出兵高丽 可惜都已战败收场 开通运河 永济渠、通济渠、寒沟、江南河 全长两千七百余公里 提升了经济发展 增加了民生便利 但是他不蓄民力 造成数一百万Z的工人伤亡 而这四条运河 经元朝取值书郡 全长一千七百九十四公里 为现今的金行大运河 孙杨帝他很喜欢江南 多次前往巡游 游江都时 他率领朱王、百官、后妃公女等 一二十万人 船队长达两百余里呢 索金周县五百里内都要贡献食物 随末 人民受不了皇帝如此奢侈 最后百姓叛变 扩大为全国动乱 他不愿正视农民启示的现实 身边的宁臣也不以实情相告 谎称造反的农民渐少 最后 随扬帝被降临刷死 浩大喜功 穷奢吉遇 终究害了这位自以为聪明的皇帝 我们来复习一下今天学的五条运河吧 请问 唯一一条东西向的运河是 是的 广通渠 如果我们今天要真的传 从洛阳出发 沿着运河游江南 请问会经过哪一条运河呢 是的 通济渠 接着我们要前往长江 所以要利用哪一条运河呢 嗯 你答对了 就是寒沟 那如果我们还想要去看前唐朝 要走哪一条运河咧 没错 就是江南河 而这五条运河中主要是攻打高丽 而开凿的运河是哪一条呢 是的 就是永济渠 哇 你都回答正确 真是太优秀了 想一想 想一想 你认为造成隋朝经营38年就灭亡的原因 有哪些呢 虽待如同秦代 虽然开凿运河提升了经济发展 但为了享受大兴宫殿 还带着大队人马巡游江南 不管人民极苦 皇帝只顾子一字指的享乐 加上本身浩大喜功 刚愎自用 身边的大臣大概也发挥不了辅佐 劝谨的作用吧 那么 你会如何评价隋阳帝呢 唐朝诗人杜牧曾写 变河淮谷 金兰楼中隋阳帝 平台富道汉梁王 游人嫌弃全朝念 折柳孤银断沙长 意思是说 皇帝国王这些皇帝 后人其实对他们是颇多批评 不认同他们这些作为的 可是 另一位唐朝诗人 批日修也显了变河淮谷 万骚龙隔绿丛间 再到扬州静不还 英式天窖开遍水 一千余里地无山 静到隋王为此河 至今千里赖通坡 若物水电龙洲市 共语论宫不较多 他认为 虽然大家都觉得 隋带会灭亡 是因为开凿运河的缘故 但是运河对于后世影响深远呢 直到今天 我们仍靠着运河 再运送货物啊 假使当年 没有乘龙船 游江南这些事 隋阳帝的致机 其实是可媲美大雨致水呢 那 你又会如何评价隋阳帝呢 想一想 隋带的运河对于中国 是好的建设 还是带来负面的影响啊 隋带的运河 其实供应了 北方政权经济的需求 同时也促进了江南的开发 另外 运河它也有军事的作用 而直到今天的中国 运河仍然具有交通运输的功能 但是 也有学者指出 如果没有新建运河 南方不需要将物资运到北方 它的经济发展 会更加的富庶与繁荣呢 今天的课程就到这里 记得要多复习哦